回到新聞現場來看到向來心直口快的網紅館長又開罵了 這回被他罵的是民進黨的立委劉士芳以及WeCare發起人引力 原來日前劉士芳上館長直播節目時 轉交了一封引力的信 邀請館長參加二十一號的罷韓大遊行 而且在信中還要求他擔任我錯了大隊長 引來館長不滿認為自己被糟蹋 而對此被點名的兩個人趕快在臉書發文 並且拍影片道歉 引力也說他的信中字句並不恰當 向館長表達歉意希望取得諒解 在開直播館長陳之翰拿著信 鏡頭前抓狂大罵 會這麼氣時間要回到幾天前 民進黨立委劉士芳上館長直播節目說起 這封信是一個好朋友叫引力 引力就是WeCare的聯盟 當時館長笑笑的看似沒事 但當時劉士芳就是拿這封信 希望能轉交館長也邀請他 十二月二十一號這天到高雄參加遊行 並擔任隊伍中 我錯了大隊的大隊長 卻也引爆了館長敏感神經 他這個東西我聽了就很不高興 我錯了大隊長 意思就是說我去遊行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要不要揹個棍子 父親請罪請大家毒打我 畢竟去年選舉館長曾全力聽韓 卻又因為反韓挺罷免讓他損失不少傷機 如今這封信又讓自己感覺再被糟蹋 你可不可以稍微體諒我 尊重我一下 我聽了台灣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賺了什麼 暴怒開直播館長大嗆劉士芳跟引力 兩人對此不只在臉書公開道歉 也拍影片希望獲得諒解 說要將我錯了改成大家都醒了 引力還強調自己沒有惡意 畢竟這次惹毛的是網紅館長 他也希望風波就此打住 別讓事件影響後續罷韓遊行 解高雄中島